买的小乌龟怎么喂呀 只有做好五个方面 小乌龟才能养好 一 刚买回来的小乌龟要先放几天 让它适应一下周围的环境 同时观察龟是不是处于健康状态 一般来说 龟的眼睛明亮 鼻孔通畅 四肢有力能翻身的 基本没啥问题 二 刚买回来的小乌龟 适应三四天的环境后 就可以喂食了 吃食太早或者过多 龟龟容易生病 在人工饲养的条件下 健康的龟不会因为饥饿而死的 不用太担心 它饿着了 别心急呀 三 在养小乌龟的容器里 放入一些水 水要能淹没乌龟的龟背 水不能太少 也不能太多 四 喂养小乌龟的容器里 还要放入一块大一点的石头 让小乌龟可以爬上去晒晒太阳 晒太阳 一方面是可以杀死它们身上的一些细菌 另一方面 可以加速乌龟的发育 但是切记不能暴晒 五 我们不能用自来水的水 直接给小乌龟换水 从自来水接出来的水 要在太阳下晒两天 再给小乌龟换水